孔雀鱼爆肛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孔雀鱼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小型的热带鱼类 这种鱼非常漂亮 所以说它的饲养量非常大 在日常中很多人会选择养一群 这个时候就很难去正确的区分它的公母 从而引起它们交配之后 过度繁殖引起的肛中鱼的种群越来越多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一我们要考虑的把它公鱼的种群和母鱼的种群 去把它做一个区分 区分开来用两个缸去养 或者说把母鱼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送回到鱼店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它们过度的繁殖 过度的交配 那另一种方式 如果你舍不得送出这些鱼的话 那你可能要准备两到三个缸 去饲养这些过度繁殖 甚至说去区分一下它们的公鱼种群和母鱼种群 从而抑制这个爆缸的一个可能性 总的来说 饲养孔雀鱼是比较愉快的一种饲养体验 所以说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中 只要稍稍的控制一下 它们的种群的问题 就可以有效的抑制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的发生 然后我们在饲养体验